本季仅剩最后一周,除非小马在美洲虎那里翻船,不然美联仅剩唯一一张外塔将在闪电和突袭者之间诞生,联盟也将两队的正面交锋安排在常规赛大结局。 最终的局面大致是,小马和突袭者获胜,突袭者6号种子对猛虎,小马7号种子对酋长,酋长和闪电获胜,小马6号种子对猛虎,闪电7号种子对酋长。 然而,如果小马意外输给美洲虎,当人和乌鸦就有希望进季后赛了。 不过,博彩出盘口小马让15.5分,输球就可确保状元签的美洲虎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击败小马。 所以,本文我们就认为小马铁定晋级,而闪电和突袭者争最后一张外塔。 接着让我们研究一下,两只九胜八复的球队谁更有希望成为季后赛黑马? 开局火热后,闪电放缓脚步闪电是本季最令人费解的球队。 他们有能力加持击败球长,又可以惨败给德州人,大胜野马后让他们有机会扭转局面。 开季四胜一副占领美联投名,随后就是不稳定的进攻和糟糕的防跑,最终才落到这步田地。 如果我们用进攻EPA来衡量进攻的起伏,那么本季闪电仅次于猛虎,联盟第二步稳定。 闪电突袭者上次交锋,半场21比0领先后,闪电在周一夜赛28比14击败突袭者。 贾斯汀·赫伯特获得了82.6的PFF传球评分,轰下三季达阵。 闪电本季防守糟糕,但那场的防守EPA是整季第二加表现。 闪电总共施加21次施压,并在16档防跑中完成10次防跑截停。 闪电成为黑马的理由撒字,赫伯特。 只要他保持健康,闪电就有机会击败任何球队。 这位二年级生完全符合预期的得到长足进步,并打破了大和保持的队史单季达阵记录。 整季至今完成7场PFF评分超80.0的比赛,远多于新秀季的三场。 上图表显示了闪电进攻有多不稳定,但也显示了赫伯特有多爆。 他的烂比赛的确非常糟,但他超水平的发挥已经达到了精英四分位级别。 事实上,尽管输给德州人,但他还是率领闪电打出自18年以来最高的进攻正分数率。 过去五战,赫伯特正在经历职业生涯的高峰。 其中三战的EPA高于赛季平均值,对酋长一战是三次四档转换失败和一季被队友点起的抄截,导致总EPA暴跌了15.73。 另一方面,如果我们看看他第三周对酋长的那一战,反倒又是大量四档成功造就了他本季的最佳比赛。 尽管赫伯特的接球手们本季出现了33次接球脱手,联盟第五多,但他的数据仍然非常漂亮。 推特上很多人吐槽乔龙巴迪没有让赫伯特发挥最大功效,但实际上他让赫伯特管理大局。 联盟只有球长、海盗、比尔和公良四支球队的初档传球率超出预期值比闪电更高。 赫伯特最厉害的还是在三档。 有时候,防守组有办法制造三档长马术,但赫伯特总能迎刃而解。 本季他三档的EPA排联盟第二,仅次于凯勒木雷。 闪电难以成为黑马的原因,尽管布兰登斯塔利强打四档积极性,以及勇于在记者会上表达想法受到赞扬。 但看到他执教的防守EPA排倒数第十,还是有点令人失望。 德尔文·詹姆斯和乔伊·伯萨都是各自位置的顶级球员,但闪电防守一直很挣扎。 赛季初,闪电防跑之差是历史级别的。 随后,斯塔利尝试增加了出档防跑盒子的人数,数据才稍微好看一点。 然而,多名防守后场球员受伤,被戴维斯·米尔斯、马霍姆斯、大本和考新斯虐报。 你可以看到,每支美联季后赛球队都有一名优秀四分位,可每当闪电想赢球,赫伯特就得全力以赴。 如果防守组每周都能像上周收拾野马那样,赫伯特将变得更轻松。 只可惜,这支野马是一支严重缺冰少将的进攻组。 以下是过去四周闪电的施压情况。 如果闪电无法在季后赛持续制造施压,他们将很难阻挡向球长、蒙虎和比尔这样的高能进攻。 斯卡利的防守哲学本计在整个联盟蔓延开来,他战略性的放弃路面防守来阻止大马术传球在理论上很好。 然而更换冬家后却没能再获得一个阿龙唐纳德这样的防守前线,这使得闪电屡次在防跑上吃亏。 如果季后赛遇上泰坦、小马或爱国者这样的冲球大队,防跑问题将被无限放大。 突袭者没有留下深刻印象,尽管有格鲁登记中辞职的闹剧。 但近期神奇般三连胜的突袭者发现,只要再多一胜就可以确保一张外卡。 与闪电相似,突袭者也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失利,比如对无名和巨人。 虽然近期三连胜表面上看起来不错,但也没啥了不起,布朗是因疫情大面积人员缺阵,对德鲁洛克领军的野马只赢4分,小马也只是赢3分。 突袭者成为黑马的理由坦率地说,事实上,突袭者也没有啥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,他们的进攻前8周只有一次得分超过24分,失去亨利·拉格斯和达伦沃勒后,进攻干巴巴毫无活力。 他们的防守也不是很好,防守EPA0.038排倒数第六,如果非要为他们寻找优点,那就是传球进攻。 以下是突袭者传球的一些良好指标,麦克斯·克罗斯比本纪在位大合同而战,其他的防守前线也表现不错。 突袭者在休赛期的一些投资也获得了回报,亚尼克恩·加库58次施压,昆顿·杰弗森38次施压和索罗门·托马斯29次施压。 休赛期引员让施压成为了突袭者的强项,突袭者难以成为黑马的原因自从裁掉拉格斯后,突袭者完全失去了赛季初展现出的垂直攻击能力。 签下德肖恩·杰克逊本应帮助德里克·卡尔拉扯防守,但这并没有发生,因为自从杰克逊第十周加盟以来,卡尔只传了12记大心脏传球,而上半季却有26次。 沃勒因受伤和疫情缺阵,与小马比赛前的四场比赛,卡尔的EPA均是负分数,路面进攻是几年前的强项,本季也没有达标。 本季突袭者冲球EPA0.200EPA联盟倒数第三,虽然我们经常吐槽他们在19年用三个手轮牵制衣去挑了个跑位, 但实际上,约什雅各布斯近年来表现一直不错,进攻前线问题更大,他们有四名先发进攻前线本季放出了超过30次施压,其中包括第五周才接下右劫封先发的布兰登帕克已放出了55次施压。 今年首轮秀阿莱克斯·莱瑟伍德从劫封一到护封还放出了68块次施压,想象一下进入美联季后赛,他与克里斯·琼斯、杰弗里·西蒙斯、德弗雷斯·特巴克纳或DJ·里德等狠角色对垒时的惨状吧。 即使沃勒满血回归,突袭者还有什么进攻威胁,也就白人曹接手亨特伦弗罗罢了,估计突袭者在季后赛很难得到20分,预测闪电整计都是更好的球队,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进攻也更好。 突袭者防守协调员格斯·布拉德利以不改变防守计划而闻名,而赫伯特在面对突袭者最常见的Cover30,进攻EPA高达0.190,PFF团球评分81.9,这是闪电极大的利好。 常规赛大结局相当于就是一场季后赛,拥有更强四分位的球队,理应会有一些优势。 闪电理应击败突袭者,将自己送到球长面前,希望能一血几周前周四夜赛被凯尔西打爆的前耻。 好了,今天关于NBA的消息就和大家分享完了,球迷朋友别忘了给小夕关注留言哦。 感谢观看